话必 人已至近前 先是给凤与恒行礼问好 然后就对吕萍说 大姐姐怎走得这样慢 倒是让你跟郡主多聊了好一阵子呢 说罢也不等吕萍答话 又自顾的跟凤与恒说 打从郡主从北界回京 吕燕就一直都想与郡主结交一番 可惜府上那位二姐姐不争气 三番五次的开罪郡主 丢进了吕家的脸面 我也没了颜面 与郡主过多攀谈 还望郡主见谅 凤与恒笑着道 无碍 这不是就认识了吗 是呀是呀 吕燕在道 说起来 咱们现在还是亲戚了呢 只可惜那吕姚不懂得 大婚那日 闹得姚家不欢 凤与恒摇头 要说不懂事 那也是府上大少爷吕错不懂事 郡主说的是 吕燕见凤与恒 并不顺着她的话往下接 那态度虽说也不算冷淡 可到底还是很明显的 拒绝进一步接触 不痛不痒说些个场面话 她异性完善 嘴上却还是硬撑着 甚至干脆换了话题 听说今日宫里的娘娘们 也都会出席这百花盛宴 咱们还要当场主意呢 不知郡主可有准备 凤与恒苦笑 我一个有了婚约的人 还主什么意啊 机会多留给你们才是 一句话点名这些女子的心意 无外乎就是引得公妃注意 特别是有皇子的公妃 运气好的 还能嫁进皇子府去 即便正妃不行 做个测试 也是可以接受的 毕竟人家是皇子 吕燕不干不干的 又说了会此话 见吕萍一直不支声 凤与恒也是他说一句 人家才搭一句 便也有几分尴尬 最后干脆寻了个油透 又回到队伍前列去了 这三人凑到一起去 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 毕竟想要跟凤与恒 套近乎的人太多了 姚吕两家又是亲家 小姐们攀谈也是正常的 只是那唯一没有过来的吕姚 却是一脸担忧的 往后头望了几回 无奈他正跟许氏走在一起 被许氏紧紧拉着 有心也想凑过去 却总不得行 吕燕走了 吕萍的话便又随之而来 说的却是 什么逐不逐意的 不过就是一场变相的 相亲大会而已 不过对吕燕来说 兴许也是个机会 说完肆意有所指的呢喃 那袁淑妃也一定会来吧 凤与恒心下叹笑 这个吕萍啊 一句一句的 壮似无意 却是将吕家的核心秘密 都给透露了出来 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事就听吕萍突然轻哼一声在道 郡主不必多想了 我不过是吕家的一枚棋子 虽是长女却居数位 有着与全天下的庶女一样的命运 不瞒郡主 我之所以身居简出 又之所以金月一直照着面纱 那是因为我身外容貌出众 郡主带来的那位红衣女子 天香国色 却不知吕萍之帽并不在她之下 但我不愿任凭吕家摆布 如果金月我能够帮到郡主 那来日就也请郡主帮我一回 凤与恒听了之后 倒是没多想 很干脆地点了点头 可以 吕萍却是一正 郡主都不问问 我能帮你什么 又想要你帮我什么 凤与恒笑答 既然吕大小姐开了这个口 又点名是在今日 那就说明 这宫宴之上 定是有些算计的 你若主动相帮 我何乐而不为 而至于你想让我帮什么 这一是要看你金月所帮之事 值得起多少筹码 二嘛 他在校 无外乎就是看病 这也没什么 吕萍又是一正 随即苦笑 果然是什么 都瞒不过郡主 很快 赏花的队伍停了下来 凤与恒亦不在逗留在后方 带着黄泉台不往前走去 这边皇后娘娘 也着实是栽种了一些珍奇的花木 有绝大部分 她都叫不上名字来 百花珍奇斗艳的 也着实好看 凤与恒跟着很是认真的赏了一会儿花 然后再听着众人 又围着皇后捧着唠了好半赏 终于皇后发了话往回走 宴会正式开始 于是好不容易走过来的人们 又掉头往回走 直到回了之前的空场时 发现一众飞瓶已经等在那里 当下又是一通跪拜 好不容易都落了座 皇后娘娘宣布歌舞开始 凤与恒与玄天歌二人因身份高贵 是坐在上手的 就在众飞瓶的对面 对于这些公妃 凤与恒并不陌生 特别是几位皇子的母妃 就更是一早就记在了心里 只是与八皇子六皇子 一向没有任何往来 这才一直也没对得上号 几段歌舞下来 也消磨了半个时辰 人们逐渐放松下来 该聊天的聊天 该吃东西的吃东西 就连响容也在风招连的带领下 活跃了不少 凤与恒倒是留意了那鼓鼠的七公主 就见其一直坐在袁淑妃的身边 两人正聊得热络 在看下方那吕燕所在之处 却是有一双几乎喷火的眼睛 在巷上瞪着 他不由得又想起吕萍的话 看来吕家的确是有意 将这个女儿 往八皇子身边送的 正想着 又抬手往脖子后头抓了一下 玄天歌不解的小声问道 怎么了 这一会儿 我看你都抓四次脖子了 是啊 凤与恒虽然没数这事 第几次抓脖子 但后颈的确是痒得很 于是对玄天歌说 你给我看看 我总觉得痒 别是沾上了什么东西 玄天歌手伸到他后颈摸了一把 没觉得怎样 再探头去看 甚至翻开衣裳领子也瞅了瞅 还是没有发现异样 不由得皱眉道 八成是沾到了头发 别的也没什么 凤与恒点点头 那且不管了吧 他说是不管 但后颈的痒 却并没止住 好在也不是很强烈 三五不时地抓上一下便可解 他也没太往心里去 毕竟眼下是宫中宴会 他跟玄天歌又坐在上手 边上不是皇后 就是皇妃 这个时候 他要是起身离开 去研究一下 为何后颈会有一痒也不太好 更何况 所谓的官家小姐们的主意 似乎已经开始了 谁也没提 谁也没有准备 就这么突然的 新上场的这五群的领舞 一下被皇后娘娘给认了出来 哎呀 这领舞的女子 怎的这般眼熟 这不是为大人家的嫡女吗 才两年不见 竟出了的这般出息 舞蹈也跳得这么好 皇后把这话影子一打开 一众妃嫔 以及下方坐着的夫人小姐们 就也立即跟着附和起来 一边赞这位魏小姐的武艺惊人 一边又有很多小姐们离场去准备 皇后满意地点点头 什么百花艳 赏花能赏多一会儿 光看歌机舞机们 表演也是无趣的景 还是要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 这才能把气氛调动得热烈不冷场 当然 皇后心里也明白 这些夫人小姐们都凑到一起 当然不只是为了来参加宫宴 他们挤破头的进宫来 为了还是想让自家的女儿 能够一把头筹 能够让更多的人 见识到美貌和才艺 以被那些富贵公子 甚至天界皇子们挑选 玄天歌告诉凤与恒 那位家小姐 是顺天府之府家的嫡女 顺天府是京城 往北第一个大神府 与京中往来也最为密切 所以皇后娘娘才记得清楚 凤与恒点点头 将这位家的女儿又多看了几眼 不过也看不出什么门道 她不懂舞蹈 看热闹行 至于到底跳得好不好 那可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凤与恒这人 论舞 她谁也不拒 论文 那也是能扯出些古诗古词 来冲冲门面 但要论这个意 她可就真些菜了 弹弹吉他 唱点流行歌曲还可以 可跳舞这种难度系数 比较大的活 越是长大 她就越是干不了 凤家以前 倒也给园主请过舞蹈师傅 可这都多少年了 她忘得连一点线索 都搜索不出来了 于是老老实实地坐着 看着一个一个的官家小姐们 或是弹唱 或是舞蹈 偶尔跟着拍拍手鼓鼓掌 倒也算是能撑得起场面 好在后进的痒还真是不严重 偶尔也恢复正常 这让她觉得 可能真就是掉了几根头发扎的 这场歌舞一看就又是一个时辰 期间 就连玄天歌都上场去弹了支曲子 助兴一番 当然 她这个大顺朝唯一公主的主意 在场诸位可就没人敢打了 人们都明白 公主的命运注定是要由皇家们支配的 大顺只有这么一位公主 和亲是肯定的 不确定的 就是和到哪里 但不管是往哪边和都不可能让大顺官员家的子弟自行消化 所以 玄天歌的表演也就真成了表演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那就是哄哄母亲开心 而跟在玄天歌后头上场表演的 就是那古蜀国的七公主 一直满带着抑郁风情的独舞 只把个在场的夫人小姐都给看傻了眼去 也有些小姐面子薄 见那古蜀公主的舞衣大胆暴露 舞蹈动作又尽情挑逗 一时间都不太好意思去看 不过有懂的人就说了 这不算什么 南疆的女子都性子奔放 这在他们那边是最常见的舞蹈 更何况 咱们眼下又没有男人 都是女子 有什么可不敢看的 这话说的 人们胆子就大了起来 特别是那些官家夫人 一个个的把个眼珠子给瞪了个溜元 大顺的公主这些人打不起主意 但这送上门而来的古蜀公主 可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一些夫人们不由的算计开来 如果自家的儿子娶了一位异国公主 那势必就相当于有了古蜀这座靠山 那他们家族在大顺的地位可就是直线攀升了 可以还有一些人对此时有观望态度 毕竟当年千州长公主嫁到凤家的那起事件 影响力还没有完全散去 眼下又是个异国的公主 人们不免要拿千州去做对比 这一比起来就更加担忧 迎娶异国公主进门 可不是想象的那样简单 不过人们却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想的 人家鼓鼠的七公主却完全不在意 她在跳舞时 目光多半是往袁淑妃那边飘去的 每一个笑容都是绽放在袁淑妃面前时才更灿烂 那袁淑妃当然也不是傻子 打从她来到这百花宴现场 鼓鼠公主就一直围着她转 一会儿说说南边的事 一会儿又问问她在宫里过得好不好 还曾说起她在边南见过几次八殿下 殿下让她代为问候母妃 如此明显的嗜好 袁淑妃要是再不明白 那可就说不过去了 不过她心里也在算计着 毕竟玄天莫网经理来信中可从未提到过 有意迎娶鼓鼠公主 但现在公主有意 她就要替儿子考虑一下 这场婚事到底有多大价值 她这边谋算着 鼓鼠公主的一支独舞也总算是跳完了 可她却并没有立即退场 而是行过礼之后 又在当场环视了一圈 最终目光落在凤雨恒身上 既安郡主 怎么的不下场来献上一舞 让凤雨恒跳舞 这倒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当然 他们倒也不是只冲着鼓鼠公主有这个胆子 敢挑衅凤雨恒 他们只是单纯的觉得 凤雨恒跳不跳舞 一点用都没有 她是名花有主的人 在这种变相的相亲大会上 跟着凑什么热闹 出什么风头 可鼓鼠公主公然叫了板 人们却也有些好奇 想看看凤雨恒要如何应对 一时间 全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凤雨恒这里 但却发现 当事人就跟没事人似的 该喝茶喝茶 该吃水果吃水果 偶尔还抓块点心来吃 根本就没把鼓鼠公主的话当回事 那七公主 自然是看不惯她这个样子 再加上在这么多人面前 凤雨恒如此不给颜面 一时间有点下不来台 气恼的嚷了句 凤雨恒 你大胆 这一句出口 下方有些了解凤雨恒的金官家眷 不由得暗叹一声 直到这鼓鼠公主是要倒霉啊 袁熙峰跟风天玉二人 甚至已经讨论起来 阿恒会不会收拾 那骄傲的小公主 要不压个住吧 当然 这一嗓子 凤雨恒倒也是不能置之不理 于是她 慢悠悠地开了口 却是提醒那七公主 说话注意身份 你 七公主被她一句话堵在这里 不知该怎么接 一个藩国的公主 在地位上 的确是不如大顺的郡主啊 她凭什么说人家大胆 不过到底是皇室出身 她倒也很快就把情绪给调整了过来 面上挂笑 再不提刚刚 自己不当的言行 反倒是换了几乎是撒娇的语气说 人家远道而来 想看看郡主的舞姿 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吗 娇小美丽的人 总是能引起人们的怜惜 金官家眷了解凤雨恒 倒还不至于马上就转了风向 但那些外省来京的官员 就有点抗不住了 特别是南边来的人 本身就对鼓鼠公主 有着几分亲近 此时哪能不开口相帮 于是 第一个声援的声音 扬起 说起来 这也算是两国邦交 远来是客 郡主总不好扶了七公主的颜面 凤雨恒听着声音耳熟 目光寻去一看 竟是那兰州之州的夫人蒋氏 蒋氏不敢直面与凤雨恒的目光相撞 声声别了开去 但她的话 却是为旁人打开了突破口 一时间 劝说凤雨恒上场现舞的人比比皆是 甚至还有人说起 舞羊公主都上场了 难不成吉安郡主的架子 比舞羊公主还要大 这话一出口 玄天歌就火了 正想开口为凤雨恒说话 却被凤雨恒一手给压了住 轻轻地摇了摇头 再示意玄天歌往上手看去 但见对面的一众妃嫔礼 也有多半像是赞成的 甚至连皇后都饶有兴趣地说 本宫还真没见过阿恒跳舞 边上立即有人附和 是啊 平日里都是见凤家丫头舞刀弄枪的 一手医术也是了得 可若说让她跳舞 这个还真是新鲜 玄天歌无奈地翻了个白眼 小声说 这些人是看热闹 不嫌事儿大怎么着 阿恒你别理他们 你要是不想跳 谁也不能强迫你 厂下的姚家人 也看出凤雨恒的为难 别人不知道他们还能不知道吗 凤雨恒九岁就被送出了京城 在个破山沟里 住了三年之久 再回来之后 就是在凤家那样恶劣的环境下 终日想着如何保命 她能会跳什么舞 就是九岁以前学过 那也不过是小女孩的 一点童子功 如今长这么大 多半早就忘了去 许事件凤雨恒不言语 就想起身为他说几句话 可凤雨恒同样的冲着他微微摇头 把他的话也生生给压了下去 玄天歌却还在劝 阿恒你别有什么顾忌 不用理这些人 凤雨恒这才开了口 却是同他说 谁说我不愿意跳啊 不就是支舞吗 我可是乐意的很 玄天歌愣住了 凤雨恒想跳舞 怎么突然就有了这个想法 问题是 你会吗 凤雨恒耸肩 有什么可会不会的 跳不好 难道还跳不坏吗 说完 竟是主动站起身来 向下方环视一圈 人们见他站起来了 一时间都停了话 也停了下手动作 就连皇后与一众非评们 都觉得有些意外 非评们倒是多半抱着 看热闹的心态 但皇后心里 却有些过意不去了 那个 阿恒啊 大家不过说笑 你不必当真 接安郡主不会跳舞 这个事 他虽然不是知道的很清楚 可从来凤雨恒也没当众 长过才艺 想象也是不擅长这个的 皇后开口 不过是给凤雨恒打圆场 让他有个台阶下 可偏偏有人不愿意 让他下这个台阶 就听那鼓鼠的七公主 又道 说笑是说笑 但接安郡主 已经都站起来了 就说明 郡主也是有这个心思的 咱们总不能服了他的颜面 皇后脸色沉了下去 鼓鼠公主不请自来 已经够招人烦了 又在这宫宴上 与凤雨恒真攻风相对 这到底是要干什么 他这边正准备出言喝止 却听凤雨恒开了口道 是啊 公主说的没错 不能服了我的面子 那本郡主 自然也就不能服了大家的面子 跳舞吗 可以 说完冲着皇后服了俯身 阿恒多谢皇后娘娘体恤 今日月夕 热闹一下也好 且容阿恒下去准备一下 皇后一见这场面 也拉不回来了 只好点了点头 准了凤雨恒先行下场 凤雨恒一离开 场内立即就再次喧哗开来 既安郡主要跳舞 这可真算是一件大事啊 这些人都恨不能去把前朝的男人们 都给叫到这后花园 可惜也只能是想想 到底这边是女人的盛宴 外沉入内不得 凤雨恒在场下的准备道 也没有多久 很快的跃升起 一对舞姬身着彩衣翩翩而来 人们瞪着大眼睛往后头看 就等着重要人物压轴出场 可这等来等去脖子 都称长了 眼珠子都看直了 也没看到凤雨恒的半个影子 有人说 可能这支舞不是 那既安郡主要跳舞 还不得接准备一会儿 这支就是滇场的 人们纷纷点头同意这个说法 是啊是啊 咱们就再等等 也许下一支 或者下下一支 就是郡主的表演了 可以有人看着看着 就发出了疑惑 哎 你们看 舞群里有一个人 怎么瞅着那么眼熟 这话一出口 立即引起人们注意 就见一位小姐 往舞群里一直又到 就是那个 中间那个 你们看 跳的 似乎有点跟不上节拍 哎 转的圈都是反的 很快就有人 把那个另类给认了出来 这一看不要紧 人们的鼻子没气歪了 这哪里是有点跟不上节拍 这根本就是没节拍 她也不管鼓乐从何而起 更不管身边同伴是怎么跳的 就自顾的在比划着 一会儿挥挥袖子 一会儿踢踢腿 一会儿又弯个腰 然后跟着舞群左边走几步 右边走几步 哪里是跳舞 根本就是隋大流在走路 偶尔还撞到四周同伴 还得不小心踩几次自己的脚 好好的一支舞 因为她的冲撞跳到一半就跳乱了 去 最后 那女子两边的人 干脆把她给架了起来 带着她走位 告诉她 该伸左脚还是右脚 局面总算是稍微稳定了一些 人们总算 把那个异类给认出来了 那不就是就是激安郡主吗 没错就是她 她这是在干什么 用她的话来说 这叫跳舞 这哪里是舞 人们不作声了 人人都等着哪个刺头 能先开口挑衅 讽刺一下激安郡主的舞蹈 可这话谁也没说出口 就连那鼓鼠的七公主 都演气息鼓了 范天般佩服 这激安郡主牛啊 就这德性的出来跳舞了 跳成这个小样 她好意思 可人家真就好意思 不但好意思 看那表情没 还美巴吱的呢 范天般想 这种事情 别说堂堂郡主 就是最普通的大家小姐 干不出来吧 可这激安郡主 怎么就看得脸 不红心不跳的 这得是多好的心理素质 凤雨恒的这一出乱舞 可是看得众人心思各异 那些夫人小姐等了一阵 见没有人开口奚落 其中一人正准备当个出头鸟 她身边的姐妹 却偷偷地扯了她一把 小声说 你傻呀 谁都没吱声 你找什么茬 那小姐也是理直气壮 怎么 她把舞跳成这样 还不让人说了 身边姐妹在道 说是可以说 但你总得要顾及一下 其他人的情绪 一边说 一边往上手扬了扬下巴 看到没 皇后娘娘在笑呢 你觉得那种笑是嘲笑吗 那是善意的笑 慈爱的笑 这种笑说明 皇后娘娘不但不怪罪 不但不以为耻 她还反以为容呢 这么一番分析出口 先前那位小姐 就算性子太急 也不敢再开口了 天大地大 皇帝皇后最大 这样的分析 也不是到此结束 皇后的表情 谁都看在眼里 于是一传十十传百 慢慢的 所有人都领会了这个精神 开始三间七口 默默地承受着极大的心理压力 来把这支舞给看完了 有人就怀疑了 吉安郡主是不是故意的 这支舞怎么就这么长 她跳这一支舞的功夫 别人都能跳完三支了 这别人跳舞要钱 凤雨恒跳舞要命啊 他们都快要憋出内伤来了 这一笑也不敢笑骂 也不能骂 到底想怎样 终于 凤雨恒的舞跳完了 人们都尝出了一口气 心说这么模型的舞蹈 总算是跳完了 吉安郡主开恩啊 有人感动的 都恨不能给凤雨恒磕的头 可是当所有舞机退下 人们又傻了 吉安郡主干什么呢 她为什么不跟着一起 退下去换衣裳 站中间干什么呢 就在人们的猜测中 凤雨恒开口说话了 是才就是的群舞 也不知道合不合大家心意 皇后娘娘 您觉得如何 皇后几乎笑出了声 一副爱莲的目光往下瞅了来 阿恒做什么都是好的 人们听了 心里各种别扭 皇后娘娘 您说实话不行吗 可皇后认为 她说的就是实话 凤雨恒真性情 谁让你们非得让人家跳的 不跳 你们起哄调理 跳了你们又不喜欢 合着天下的舞蹈 都必须得适合你们演员的 你们想得美 就在皇后 这样的富匪中 凤雨恒又开了口 先是向皇后道谢 多谢娘娘夸奖 然后却是回过头来 向着众人又问了句 让所有人都倍感崩溃的话 刚刚是支群舞 可能不是很合大家心意 要不接下来 我再给大家跳支读舞吧 不用不用不用 几乎所有人一口同声的说道 郡主辛苦了 请郡主入席休息 凤雨恒故作惊讶 不看了 本郡主跳舞 可是千载难逢 错过这一次 怕是下次再没机会了呢 你们确定不看了 不看了不看了 众人连连摆手 真的不看了 凤雨恒点头 那好 这可是你们说的 哦对了 既然不看跳舞 那要不本郡主再唱首歌吧 或者弹支曲子 不用不用 人们哭的心都有 心说就你那种表演法 命都差点让你跳没了 谁还敢听你唱歌弹琴啊 于是 凤雨恒在众人的恭送下退了场 不多时又化好了妆 重新坐回玄天歌身边 玄天歌面上掩不住笑意 端起酒杯对他说 真有你的 为你的独特舞姿 干杯 两人一小杯酒全干下去 凤雨恒不解的样子 问玄天歌 怎么 我跳得不好 玄天歌瞪大了眼 不是吧凤雨恒 你来真的 真不知道自己跳成了什么德行 凤雨恒也笑 我当然知道 要不这么整他们一下 往后大大小小的宴会 还不都得被人窜多去表演什么才艺 玄天歌点头 没错 那些人都是看热闹 不嫌事大的 一个个就一门心思的 想要接别人的短 就好像这郡主之位 你做不舒坦 能换他们做一样 不自量力 不自量力 还算是好的 凤雨恒说 你看着吧 这些人天南海北的聚到京中来 不生出点事端他们 怎么能安心的回去 只想想那兰州之州家的夫人 和罗天府之府家的狄小姐 就知道 一个个都不是良善之辈 且盼着他们 不要闹出太大的事 后宫离女儿家闹闹也就得了 只要前朝风平浪静 哪怕是表面上的静 那也是好的 这个李玄天歌 怎么能不明白 只叹道 但愿如此吧 我父王就说 如今看似天下太平 可大顺太平的岁月过得太久了 这安久就要生变 怕是到这一代 这种表面上的平静 再维持不下去 阿恒 你心里得有个数 虽说黄伯伯心里装着九哥 可我那其他几个哥哥 也不是省油的灯呢 凤雨恒点点头 我知道 且走一步看一步吧 有些事 也不是早就准备 就能提防得住的 玄天歌也就是提醒一句 只他心里有数便好 于是转了话题 倒是问起来 让你跳了这一场舞 他们倒是舒坦了 咱们总不能白跳吧 凤雨恒笑了 那是自然 我陪他们玩了一场 那么接下来 就该他们陪着我玩了 说着话 正好是一段歌舞退场的空荡 人们带着惊恐的目光 眼看着那几安郡主 再一次站起身来 一支舞蹈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折磨 还没有彻底消吞 凤雨恒在站起身时 人们不免就要猜测 这人又要做什么 难不成他觉得 实在非常有必要 再表演一支独舞 千万不要 这一次 凤雨恒很给他们面子 他并没有要求再跳独舞 可是说出来的话 却是让人们觉得 那还不如跳独舞呢 皇后娘娘 我突然想着 夫人小姐们 只是赏歌 赏舞也是单调 不如咱们再展示一下 其他的才艺吧 比如说 赛马 人们崩溃了 有人立即就反驳 那怎么可以 皇后一道伶俐的目光 瞪了过去 边上的古贤妃 跟着说了句 接安郡主与皇后娘娘说话 你抢着作答 可是将自己比为皇后 一句话 吓得那位小姐 当时就跪下了 不停地磕头求恕罪 可惜 并没有人在理会她 就听皇后问了凤雨恒 你说说怎么个赛法 这倒是新鲜 凤雨恒笑着道 也不必刻意张罗 不如大家一起到马场去 普通的赛马就好 皇后点点头 本宫觉得 甚好 凤雨恒这才回过头来 问那一众夫人小姐 现在轮到你们说了 诸位觉得如何 一时间 人们失语 半晌 终于有人怯生生的问了句 为什么要赛马 执展才艺不好吗 凤雨恒摇头 不好 不管男子还是女子 都应该全面发展 这才有利于大顺国运推进 又有人说 可是赛马有什么用吗 咱们都是女儿家 难不成以后要征战沙场 凤雨恒也有话等着 那你倒是说说 唱歌跳舞有什么用 你们可都是官家小姐 以后难不成 要去当歌姬舞姬 人们纷纷摇头 当然不能 这叫什么话 她们可都是千金小姐 怎的就去当歌姬舞姬 凤雨恒又问了 既然不去当歌姬舞姬 那就说明 唱歌跳舞 也是没有什么正经用途 你们为什么还去学 且问问你们的母亲 或是家里女性长辈 嫁入夫家之后 这一生跳过几次舞 唱过几次歌 又谈过几次情 众人哑口无言 那些夫人们 也是被说得脸颊犯了热 歌舞情义 这些在她们看来 理所当然的 要让女儿学会的才艺 怎么让凤雨恒这么一说 就一无是处呢 可是这话要她们如何反驳 就像人家说的 嫁入夫家之后 这一生跳过几次舞 唱过几次歌 又谈过几次情 难不成她们要告诉凤雨恒 这些是嫁人之前的手段 以此来博得男人的喜好 有人心里想着这些话 没有说出口 可到底也是有心思浅薄的人 把这些话就给直言了 结果却遭到凤雨恒的进一步奚落 你们是不是把男人看得都太简单了 几支舞就能得到好男人 唱歌就能得到好男人 那这样的男人 看重的 不过就是你的歌异舞技 等你们跳不动的那一天怎么办 我来告诉你们 他们会找新人 会有新人来顶替你们之前的位置 于是 你们就要陷入一轮接一轮的那宅争斗中 永无宁日 这话说的有些威严耸听 可细细想来 难道不对吗 人家说的全对啊 然后紧接着 凤雨恒又补了句 本郡主不会唱歌 不会跳舞 但却与酒店下心意相通 你们觉得 酒店下不如那些只懂得听歌赏歌的男人 谁敢点头 更何况就是有心点头 这头也点不下来 玄天明的出色 那是整个大顺都有目共睹的 别说什么提前订婚 提前订婚什么的 九皇子根本就不在乎 人家想毁约 瞬间就能给毁了 而与寄安郡主 能够相处到如今这种程度 不得不承认 那是寄安郡主的本事 又有人不甘心地问了句 那照郡主这么说 你会的那些就有用了 让我们去赛马有用 怎么没有 凤雨恒答的理所当然 至少本郡主马骑的好武功练得好 能陪着殿下去征战杀战 你们呢 又不能当歌姬舞姬 整天唱唱跳跳的干什么 又来了 众人汗 你就不能把歌姬舞姬 这夜给接过去 结果凤雨恒再补一句 或者你们想说 自己可以主内 可以管家 那来来来 咱们比一比 看谁仗算得好 谁算盘打得好 谁更持家有方 一时间赌得众人再赌无语 连那些原本有些胆子 出言质疑的人 也都消了声 这嘴仗该怎么打 根本就不在一个道段上 吉安郡主聚聚势势力 偏偏这里 还是他们反驳不了的 意志坚定的人还好 有些本来就比较薄弱 没主意的夫人小姐们 已经被凤雨恒给说的 开始怀疑人生 更有甚者 已经决定回去之后 就把琴给砸了 把舞蹈师傅给赶出府去 从此以后 请来武师开始习武 同时也学着打算盘 见人们都不吱声 气氛有些尴尬 这时玄天歌也主动站了起来 乐呵呵的说 本公主觉得 赛马这主意甚好 总这么做着 也是筋骨腾 这个赛马的提议 本公主赞成 也乐意加入 凤雨恒点点头 对众人说 之前跳舞的时候 你们说什么来着 舞阳公主都上场了 难不成吉安郡主的架子 比舞阳公主还要大 那现在本郡主就问问你们 舞阳公主都要加入赛马了 难不成你们的架子 比舞阳公主还要大 真是的 现如今官家小姐们的身份 真是越来越贵重了 本郡主不会跳舞 被你们逼得 也下场跳了一曲 现在本郡主要赛马 凭什么你们就可以不赛 你们的身份 真的是比本郡主和舞阳公主还要高 这叫以其人之道 还其人之身 赌的那些人不但哑口无言 还暗自心惊 偏偏这时候 皇后也跟着插了一杠 本公也觉得 看看赛马这主意甚是不错 他们还能说什么 这已经不是乐意不乐意的事 而是遵旨不遵旨的事 于是众人纷纷站了起来 随声附和 皇后娘娘所言极事 既然极事 那就去马场吧 于是 人们再度离开这百花宴的主会场 呼呼啦啦的往马场那边走了去 时间一些小姐们不由的担起心来 怎么办 我今日穿的是裙装 这该如何骑马 立即有人无奈地道 谁穿的不是裙装 可是我根本不会骑马 从来没骑过 谁会骑马 谁又骑过 那我们该怎么办 众人又静了一会儿 有人出主意说 咱们这么多人 总不能全去赛马 马场里也不可能有那么多匹马给我们用嘛 到时候 咱们谁也不吱声 谁也别主动 他总不至于强行把我们拉上马去 这个主意靠谱 于是人们心里都想着 走慢一慢 再慢一点 最好离那吉安郡主远远的 让他看不见才好 人群里 凤粉呆自然也混在裂 有人想跟他那里打听些内部消息 结果被凤粉呆一口一个不知道全给打发了 可人们也能看得出 这位吉安郡主的亲妹妹 凤府的四小姐 此时此刻 心情也是很不好呢 有人想起 那凤家四小姐 不就是靠跳舞 得了五皇子的心吗 想来被自家姐姐那么一说 心里也不会好受吧 凤粉呆心里当然不好受 她跟凤与恒之间的关系 别人不知道 她自己还能不清楚吗 别说刚才那些话 凤与恒并非有意针对她 可就是针对她了 那也是再正常不过 他们姐妹俩都已经发展到 就差当面动手的程度了 就这一点小吵小骂又算什么 只是粉呆担心的是 你说一会儿 凤与恒不会点名要我上场吧 他小声问身边的东英 我可不会骑马 他又一向与我有仇 蓝宝会在这种时候让我出仇 东英想了想 安慰他道 一奴必看 不会 二小姐虽说在府里不清 但在外面 只要咱们不主动招惹 他还是会多少维护些凤家的颜面 还是会护些的短 但愿吧 粉呆可一点都不乐观 被凤与恒在外头收拾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那个人什么时候顾念过凤家 什么时候顾念过亲情 众人走了小半个时辰 才算走到马场 皇后急中非平们 是坐着不撵的 自然不累 可是苦了这些的夫人小姐 这还没骑马呢 光是走路 就把他们给走成这样 腿肚子都哆嗦 一会儿可怎么骑马 凤与恒玄天歌二人 是皇后等人 然后是享荣 姚家夫人们 以及一些立场中立的夫人小姐 可是再往后一瞅 好吗 那些个胆子小的 可都是老远的慢慢挪着步 中间距离隔着好大一截 凤与恒也不理 只顾着跟玄天歌一起挑马 两人一人挑了一匹好马 然后二话不说翻身上 动作干净利落 玄天歌虽说不会武功 但骑马的本事 却是皇家人从小就习得的 自然是不甘下风 直到二人都坐在马上 再往后头一看 那些慢腾腾的人们 总算是到了马场进前 却依然是隔着老远就站了下来 说什么也不肯上前 凤与恒不解 为什么躲那么远 马又不吃人 你们怕什么 呸 谁怕被马吃 人们在心中不停的付匪着 却又谁也不敢明说 凤与恒瞅着他们这个没出息的样 倒也不着急 只见他慢腾腾的伸手入袖 不多时从袖口里 就拿了个本子出来 既然都不主动上前 那本郡主就只好用一种更直接的方式 来邀请主委来参与这场赛事 那么接下来 我们点名 众人是眼瞅着凤与恒 把那小本们翻开 然后对着上头的记载 一个一个名字念了出来 无异不是那些在宫门外 说过凤与恒坏话的人 人倒不多 可是本子合上以后 那些原本没被点到名 松了一口气的 却马上把七又给提了回来 就听凤与恒说 还有一些本郡主口述 于是 从古蜀国的七公主 到那兰州支州夫人讲事 再到之前 那些在席间出言挑衅 让她跳舞的 这一点 就点了近二十个人名 加上之前那些 塞马队一共有三十五位夫人小姐 被点名参加 见凤与恒这头话音停了 人数也已经固定下来 玄天哥发了话 都别傻站着了 赶紧的 自己挑马 本公主在马背上坐了这么半天 你们还想让我等多久 舞阳公主一发话 人们也是无奈了 硬着头皮上巴 可是这些夫人小姐们 还没个马高 瞅着高高的马背 别说骑了 爬他们都爬不上去 这可如何是好 不过 他们没招 马场的下人们 可有的是招 于是一个一个的马凳 被搬到了近前 为首的人说 请夫人小姐们 踩着马凳上马 一句话 彻底凉了那些 还有新借口上 不去马而拒绝比赛之人的心 好不容易爬到马背上 他们却发现 自己根本是连坐都坐不稳 马只要稍微一动他 立即就会惹来震震惊叫 有胆子实在太小的 甚至已经哭了起来 凤与恒拧着没看他们 不解的问 哭什么 你们现在坐在马上的表现 可是比本郡主刚刚跳舞时 要好看多了 我堂堂郡主丢人现眼都没哭 你们哭什么 玄天歌也纳了闷了 我大顺江山是从马背上打出来的 从先祖那一辈起 连着多少代人 都是不论男女接通骑射 现在是天下太平了 可你们也不能把老祖宗的规矩 都给忘得一干二净 公主郡主开了口 那些哭泣的女子 这才勉强把哭声给憋了回去 但恐惧还是有的 他们平生第一次坐得这么高 偏偏身子底下还是个活物 要多吓人 有多吓人 不让哭 就只能闭着眼睛等死了 那鼓鼠的七公主 倒是对赛马什么的 没觉得有多可怕 她是没骑过马 但她在大漠里 可是骑惯了骆驼的 那东西比马还要高 跑起来速度也是奇快 所以眼下这马于她 来说是没有什么震慑力 于是嚣张的问凤与恒 怎么个比法 凤与恒扬了声告诉众人 很简单 围着马场跑五圈 看谁先跑完 鼓鼠公主点点头 那奖赏呢 凤与恒反问 什么奖赛 赛马的奖赏啊 凤与恒摇头 没有 就跟你们跳舞一样 是纯表演项目 没赏 人们听了街舞语 真抠啊 不过凤与恒 还是有考虑到 这些夫人小姐们的安全 于是让马场的教头 很认真地把骑马的要领 给所有参赛人都讲了一遍 另外还给那些夫人小姐 每人都配上一个公奴跟着跑 以免出了意外无人照应 可同时她也告诉了大家 不要觉着下面有人随行保护 就可以高枕无忧 也为自家脸面想一想 骑不住马 掉下来被公奴接住 这话可好说不好听啊 说完鸣嘴一笑 冲着玄天歌使来的眼色 二人扬鞭打马 眨眼的功夫就跑远了去 马场教头见两位主子都开始了 于是赶紧也催着公奴们 将夫人小姐们的马也开始往前赶 那鼓鼠七公主倒是不用人保护 自顾的也冲了出去 虽说没有凤与恒他们跑得快 速度倒也是不弱 很快的一圈回来 却见那些夫人小姐的马 就跟溜大街似的 慢悠悠的往前走 那些人家的先适应了的便也觉得这骑马没什么 反正他们不打算争个第一第二的 又没奖赏 就这样 混着把五圈给绕下来也是不错的 于是人们三三两两的并肩而骑 甚至开始聊几天来 玄天歌说 这可不行 这跟逛市场一样 有什么意思 凤与恒点点头 的确 太不像话了 他冲至人群前面 往后瞅了瞅说道 好像夫人小姐们选的马都不太精神 本郡主与舞阳公主都骑了一整圈下来 你们怎么才走了这么几步路 看来得想的法子整治一下这些马匹 黄泉 他吩咐身边丫鬟 去看看马为什么不跑 若是老马就帮着换掉 若是偷懒的马就给我抽上一鞭子 我看哪个还敢不跑 他这话一出 黄泉立即执行 当下就有几匹马被抽得快跑起来 马背上的人吓得惊声尖叫 可下头有公奴扶着 倒也不怕掉下来 更何况 黄泉也是有分寸的 不至于把马抽得太狠 让马跑得太快 也仅是能维持能颠簸起来的程度 那些夫人小姐们是要受点苦 可若说摔下来 也没有那么容易 接二连三的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颠簸行列 凤雨恒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还有点赛马的样子 于是扯了扯玄天歌 二人继续狂奔 终于他二人的五圈跑完 不多时 那鼓鼠公主也跑完全程 可再看那些大呼小叫的人 夫人小姐们的进程 才两圈不到 人们见凤雨恒跑完了 满心以为这场赛马也该结束了 可待他们又绕回起点 就不准备再跑时 却听到皇后娘娘开口说了句 做事总是要有始有终的 几安郡主不会跳舞 宁愿丢人现眼 都撑完了整支曲子 怎地现在轮到你们 连这点苦都吃不得 人们一听 继续吧 于是五圈下来 人人屁股开花 所有人都是被自家下人与公奴 合力给从马背上抱下来的 落地之后站都站不住 两腿都在打着哆嗦 有的人干脆跪到地上失声痛哭 凤雨恒冷冷地扫了一眼那些人 却没想到 有个也不知道是胆子大 还是被气到崩溃了 突然就喊了一声 吉安郡主不公 为什么指点我们 你还有两个妹妹 为什么不让他们也一起来赛马 一个声音一出 立即有人附和 对 你这就是蓄意报复 哦 凤雨恒来的精神 报复 要说报复 那得是 你们先做了值得我去报复的事 那且说说 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哪里敢说 哪不成要说自己 背地里说吉安郡主坏话 还是说自己有意想看吉安郡主出丑 互相窜多他上场跳舞 想来想去 哪句都是不能说的 于是纷纷低下头去 可凤雨恒却是对之前那个关于自家两个妹妹 没有赛马的事情做了解释 我的两个妹妹 不但没有参加赛马 他们连歌舞才艺没有限 知道为什么吗 那就要好好想一想 你们为何要到宫里来施展才艺 大家都为女子 谁也别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们心里的打算 人人都清楚 而我的两个妹妹 一个妹妹的亲事 由父皇下旨 全凭自己做主 家人都不许干预 而另一个妹妹则早已经许了五皇子做正妃 还上场有什么用 我这也是体恤怜悯你们 省得自家妹妹抢了你们的风头 诸位怎地不感激 还要质疑 话说完 见人人面面相去 玄天哥又补了把刀 都别愣着了 赶紧给郡主磕头谢恩吧 人们无奈 罢了 今日除了认灾 再没别的办法 于是跪地磕头 说着违心的话 多谢吉安郡主体恤 凤雨恒点点头 没再跟他们说什么 转身走到皇后跟前 行了礼 笑着道 娘娘看笑话了 皇后摇头 阿恒做事干脆利落又有分寸 这个笑话就是看了 看的也是他们的笑话 说吧身边有工人提醒了一句什么 他这才又到 乾坤殿那边派人来传消息 说是皇上朝事已处理完 让咱们都过去呢 凤雨恒赶紧道 马场离乾坤殿倒是 比御花园还要近一些 不如就直接过去吧 皇后自然是赞同 于是 一行人又浩浩荡荡的往乾坤殿那头走了去 只不过这次走可是比从御花园走来时还不轻松 特别是那些骑了马的夫人小姐们 一个个走路一瘸一拐 要靠人扶着才能勉强走得动 再看他们脸上五圈跑下来 汗也出了 妆也花了 头发都有些散乱了 一个个是狼狈至极 哭死的心都有啊 当然 受苦的这些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外省官员 那些在京官员家的女子 看着不由心中冷笑 既安郡主的亏他们也没少吃 正所谓吃一欠掌一掷 同样的错误他们如今可不会再犯 就是这些外来人 特别是些的男蛮子 听说在外头也惯了 日子过得比京中那是嚣张的多 就是得让他们知道一下 这京城不同别处 蛮横是没用的 多京更是没用的 这京城之中 随处都有比他们更蛮横更多京的人 知州 知府 进了精彩之关小八 一时间人们思绪万千 可凤与恒倒也没表面上那样乐观 倒不是为别的 只是他的后景似乎有点不大对劲 之前他跳舞时 是换掉这身衣上的 那种一氧 几乎是历时就减轻直至消失 可现在 他换回这套华服 再骑了一圈 马出了点子汗 怎么后景出那种氧症 又开始发作了呢 不但氧 还有点像针扎似的痛 难不成这衣裳 凤与恒意识到 可能是衣裳有问题 可这衣裳 是许氏做给他的 对于许氏他绝无半点怀疑 那问题究竟是出在哪了呢 凤与恒拧着眉想了一阵子 连玄天哥和想荣 同他说话都没留意 直到 我去跟大舅母说话话 你们先走 说完扭头就往后去 想荣大闷的回头去看 玄天哥去拉了他一把 咱们走咱们的 你二姐姐做事 总会有自己的主意 咱们跟着 也是给他添麻烦 凤与恒到了许氏这边时 许氏正拉着吕瑶说 乾坤店可不比玉花园 到底夫人小姐们聚集的地方 规矩也宽松些 乾坤店里有贵臣有皇子 还有皇上 咱们所言所行 都要多考虑这几分 你且记着 多说多错 不管别人如何 咱们管好自己的嘴巴 吕瑶倒是极乖巧的 点了头到了声 而习锦尊母亲教诲 许氏道 也谈不上教诲 只是提醒一下罢了 这婆媳二人说话 情势和苗氏 却都躲到了一边 他们当然不是 跟许氏身份 只是不待见吕瑶罢了 见凤与恒来 许氏拍拍吕瑶的胳膊 去跟你的姐妹们说说话吧 我瞧着进宫之后 你们也没顾得上问候一番 我总牵着你 也不是个事 去吧 吕瑶看了凤与恒一眼 点了点头 再对许氏笑着道 多谢母亲体谅 那儿媳就去寻姐妹们说说话 一会儿再来侍奉母亲 说完欠了欠身 缓步退后 许氏这才热络的挽起 凤与恒问道 阿恒是不是有事 我见你与五阳公主走得好好的 像是突然就往这边来了 凤与恒安慰她 也没多大个事 就是想着 不能把总舅母扔在后面 我总过来陪陪才好 两人说了话话 凤与恒有一把话题 往这衣裳上引 壮丝不经意地道 舅母的针线是真好 这件衣裳 连五阳公主都夸赞说 好看哪 许氏一听这话可乐了 接连就到 这衣裳 我也是秀了好些日子 还怕你不喜欢 可说实在的 今日各家小姐们 都是争气斗艳 我瞅着这衣裳 还是有些许欠缺 陪你的身份怕是委屈了 凤与恒说 不委屈 亲人做的衣裳 穿的是一份亲情 这跟身份不身份的 没有关系 舅母也知道凤家的情况 还有我那位母亲 要不是有舅母照扶着 怕是阿恒这辈子 都再穿不上 亲人亲手缝制的衣物了